富裕的问题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 这贫富差距 是世界上第二名的 第一名是美国 第二名是中国 我们这个不是乱讲 我们是有数据根据 中国大陆 我们说悉尼指数 评价这个贫富差距 现在仅次于美国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它贫富差距扩大 达到这种程度是很自然的 那中国大陆呢 社会主义国家 它强调的是 共同富裕 而且是不容许 二元分化 一个阶级社会 但是今天中国大陆 贫富差距那么大 确实是个问题 确实是问题 所以今天习近平讲 要共同富裕 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共同规计 一提出来 很多人觉得 是不是整企业家 是不是仇富 新太太奏税 那是不是将来 这个大企业 大企业家都会被整 那么这个是对中国的 这一个新的一个整数 一个斗争 是不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想现在官方也非常重视 所以习近平最近有讲 我们是要用 共同富裕的格局 然后辅助 然后辅助 这个企业 让企业有很好的经营环境 特别是中小企业 他这个能够 这个生存发展壮大 所以他也是要来安置民心 但是今天我们讲 为什么担心呢 就跟大陆的官方 他的掌控权太大 今天如果成熟的一个自由经济体的社会 他法治完备 企业按这个规章细持 照着法律来做 政府也照着法律来管理 这不过成什么太多的问题 问题今天中国大陆 这个企业的经营 法治不完备 而且在灰色地带发展出来的事业非常多 那么你要揪他的问题的话 可以说很容易 今天官方动不动就把一个企业揪出来 然后很可能对付他 然后有些企业就挺不住 像我们最近看到了滴滴出息 这个人家在美国 画白上市风风光光了 然后你第二天就叫他 所有的这个 他的软体全部下市 下架接受调查 而且派官员进出公司 让他的整个事业一下子 就面对很大很大的经营上的危机 那么类似的事情就是官方的掌控权力太大 让企业不能够 这个有了安全感 不能够只要守法守份 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壮大 这个就是大陆现在很多企业 感觉到一个危机 那么企业家 甚至隐事人员也有随时 这个被揪出来 去移送调查法办 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中国大陆 我们讲共同 这个富裕是毫无问题的 每一个国家都追求这个目标 但是呢是不是要以法制的规范来追求 而不是用官方的那种威权来控制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 你比如说最近呢 这个讲到这个 共同富裕 就是说这企业要三个 这个节制企业造成过度的贫富差距 三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市场规律按照效率 来分配利益 第二步呢就是按照这个国家的调节 国家调节就是税收 然后这个社会保障 还有这个转移支付 这些方法来调节社会的一种贫富 收入 这个造成比较合理化的这种结果 第三个就是所谓道德层次 道德层次呢 就是很麻烦了 很麻烦 就是所谓 要捐献 捐献 捐献是自愿的捐 还是不是自愿捐 这就很大的问题了 现在中国官方有太大的权力 很多企业 他为了保护自己 为了搞好跟官方的关系 所以他不得不大量的捐款 像最近中国大陆 所谓共同富裕这个命令 这个政策明朗化之后 已经公开表态下捐的企业超过一千亿了 一千亿人民币了 那么这个企业是不是真的乐捐 还是不乐之捐 照理讲 企业捐献社会是合情合理 但是政府要有方法去鼓励 就是税收 种种的方法去鼓励 像很多现在我们看到香港 很多香港企业家捐献的大楼 诸如此类 这个怎么样引导企业 乐意主动的去捐献 而不是用这种压力 迫使他捐献 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 这不只是企业的安全感 也影响到投资意愿 本国的投资意愿 外国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如果他没有安全上的保障 你共同富裕这个政策 如果会伤害到企业的利益 或者对企业家构成一个潜在的风险 那么他可能就影响到他的投资意愿 而影响到投资意愿之后 这个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不利的影响就是资本的形成不足 投资不足 然后造成企业的创新不足 这种种的问题 都是对国家民众的权益的发展过足 非常不利 所以共同富裕必须循正道而行 在健全的法治基础上 让企业能够守法来经营 就可以取得他的应有利益 取得他的安全上的保障 这是共同富裕应该要做到的 就是说方向是对的 但技术上要讲究 那么这是当前中国大陆很多人关键的问题 我们知道官方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但是在执行上面 必须能够寻正正当的轨道和法治 来促进共同富裕 这才是人民之福 才是企业之福 才是国家之福 那最后一个话题 我们要讲到台湾的最近沸沸扬扬了